1994年11月14日 江泽民主席出席在印尼贸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正式会晤 江主席建议双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 共同确立指导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 第一,双方都着眼于世界大局和21世纪 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处理中美关系 第二,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 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以友好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 第三,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和特点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全面发展 第四,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合作 在解决世界热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 及环境保护、缉毒、恐怖主义、走私等社会问题上开展协作 第五,增进相互间的来往和交流 特别是高层互访和接触 克林顿总统对此表示赞成 他认为美中两国必须进一步发展互利的经贸关系 增进信任以友好精神处理分歧 并就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